Ayo 那個先講結論 就是 我飛了三天 但是今天現在回來了 好 那我就講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 我認為最關鍵的因子 會讓我整個廢掉 三天 四天 五天 快要一個禮拜的最大原因 那麼 我所謂的廢就是指 我的To Do List上面 只完成一項到三項 這個就叫廢 因為我一天大概有九項 對 好 那麼 其中前三天我是 包含今天我是一項 該做 對我非常有幫助的事情 是一項都沒有做的狀況 好 那麼為什麼呢 其中有一項很大原因是 我有把自己在 養成一個新習慣的時候 比太緊 對 恩 因為我 這是我在培養的也就是正念嘛 正念的話我想要應用在 基本上 各個時段 就是 我的 恩 我的 我的 只要我醒著的每一個時段 我基本上都想用正念 那我在前面兩天的時候 基本上還蠻順 就是 盡可能的用正念 那麼我在正念的同時呢 其實就是 就是 然後說就是一個 平靜感 平靜感然後偏無聊這樣 那麼 因為正念對我來說是一個 恩 很舒服的東西 但是 我不會想要讓它 現在我啦 現在我不會想要讓它佔據我的整個 生活吧 對 所以 反正就是因為我 這是一個光譜的話 我不小心讓 恩 這個到太極端了 我一看也是 正念對我來講就是在 差不多 假設這是沒有 這是有 他們就是這樣一點點 你就只有每天的十分鐘冥想 那麼我到 恩 我爆開前的前面幾天 基本上是 長這樣 對 這是極端的話 這差不多在這邊 尤其這個對我來講又是一個 很多新的觀念 就像是正念應用在行走 應用在吃飯 應用在睡覺前 那麼 這的確跟我的 恩 跟我的 之前的生活方式實在是差太多了 然後包含像是在 冥想的話 我也 呃 分鐘數也是提升很多 一天大概10到20分鐘 我以前是 30秒就好了 呵呵 但是30秒通常是3分鐘啦 就是30秒通常會 冥想3到5分鐘 那麼 對 就是 我不小心那種 反正一切都是到太過極端 所以說 的確啦 就根據原子習慣這本書在這 我覺得 真的培養任何一件新的習慣 應該說是 即使是進步 就是你在 因為像我原本就有冥想的習慣 那麼我想要進步的話 又太過超之過 又太超之過急了 應該還是一點點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每當 到太過後 然後就是 很容易會整個爆開 因為就是前面 這個彈簧它壓縮到極致 那麼就會爆開 所以說 在培養或者說在進步的話 我們還是 一步步一步步的往前即可 像是 30秒變成 40秒 如何 好 我自己都覺得很好像 但是 真的有 其實這40秒 我絕對一天來想都有差 對 就是我一樣是調 Meditate10分鐘 那麼在這10分鐘後 其實只要40秒就好了 那麼接下來的話 想冥想不想冥想 都可以 這個就是 我目前 我的打算方式 對 當然最好是10分鐘 但是40秒 就非常好了 那麼包含像是在 呃 我的Morning routine 我前幾天 我都逼自己太緊了 喔喔喔講錯了 正念啦 正念逼自己太緊了 那麼 我現在想到的方式就是 好 那我們就先從 一項 開始養成 就是 將正念 融入到日常嘛 就是正念 除了在冥想的這段時間以外 我們要把它融入到日常 那麼融入到日常的話 目前 就只要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其他都沒差 那一個呢 也就是 呃睡覺 對睡覺就好 然後睡覺的 呃冥想的 呃睡覺正念的策略 也就是10分鐘就 欸 10秒鐘就好 10秒鐘 呃過了10秒鐘之後 想要幹嘛就幹嘛 對 就是 好隨便 就 就可以開始亂想 對 我覺得這真的是 對我來講 最好最好的策略 要不然 我真的很容易會 就不想做 對 因為 做事情永遠最難的就是 前面 幾秒鐘嗎 前面10秒鐘嗎 前面2分鐘 對啊 通常都是前面2分鐘 會很不想做 那麼度過這2分鐘之後 欸 其實就是 很容易會有那個慣性就出來了 對 那麼我就是擺在 之前壓太緊 然後 然後 就開始 呃開始看動漫嘛 像是 前面吧 全王阿修羅 的第一部第二部也都追完了 然後 包含到後來 全王阿修羅追完後 我在追什麼 然後 Joujo我也追完了 Joujo的23 然後40之前看完 對 23 23機 然後還有 喔我又把 我又把 零人100又看了一些 然後 呃對 差不多是 喔其實全王阿修羅我追了兩遍 Netflix 對我追了兩遍 我只有1.5倍數 對 有稍微 專心一點在看劇 嗯 那麼 好那所以說 總結一下今天的 今天的 highline 今天的highline 基本上就是 了解 不管是在進步 或者說是在 養成性習慣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提升 微小到 一個不能再微小 這樣子 才會是一個 養成習慣 最好的方式 像是我原本 嗯 每天 meditate是30秒就好 那麼 把它變成 40秒這樣 然後 想要正念 我之前我是 之前馬上是 直接填滿我的 整個 每一天的這個日常 那麼 現在的策略 則是轉為 嗯 好 睡前 然後睡前10秒鐘就好 只要 只要運用這個 睡前的步驟的 meditate 得得這個 mindfulness就好 好 那就 明天加油 大家加油 拜拜